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前两天咱们聊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他俩在加沙发生了冲突 这两个国家他们自己宣布首都在耶路撒冷 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不承认 只有美国前几年把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了耶路撒冷 默认它是以色列的首都 这一举动还引发过不小争议 关于耶路撒冷咱们知道 这是一座相当古老的城市 几千年的历史 同时是犹太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圣地 那么三教圣地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 耶路撒冷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 咱今天就来聊了 耶路撒冷意义的话叫做和平之称 最开始就是一个小村庄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 离着水源地约旦河很近 离着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商路通道也很近 所以有人就在这修了要塞 逐渐就吸引了更多的人搬过来定居 根据圣经记载 从埃及跑出来的犹太人在大卫王的带领下 打下了这座要塞 并且定督于此 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在位期间大搞基建 修建了圣殿 并且把犹太教最重要的宝贝约贵就运到了这儿 这也是为什么耶路撒冷会成为犹太教的圣地 后来以色列被灭国 这片土地几经易主之后被罗马人统治 耶路撒冷成为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首府 在罗马人统治时期 一个叫犹大的人为了三十枚银币出卖耶稣 随后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的郊案 自此这座城市也成了基督教的圣地 也是在这段期间 犹太人不断反抗 让罗马皇帝哈德良下定决心 把这座城彻底铲平 在原址新建了一座罗马城市 至于犹太人呢 全部赶出这里一个也不留 一直到公元四世纪 罗马君产丁大帝改宗基督教 也对犹太人采取宗教宽容政策 每年给他们一天时间 允许他们到原来所罗门圣殿的西墙来祈祷 犹太人对着墙壁念念有词放声哭泣 这就是现在以色列最著名的文化遗迹 枯墙的由来 几百年后阿拉伯帝国崛起 毫不客气的摧毁了罗马人的统治 在阿拉伯眼里呢 这儿也是圣地 他们相信当年 麦哈玛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从麦加来到耶路撒冷圣殿山 买了张去天堂的直达车票 跟古代先知们谈笑风生 所以今天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山上 有两座清真寺 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建的 甚至寺里呢 还有一块灯消石 据说是麦哈玛德上天堂的时候 踩着这块石板飞上去了 三个宗教都在耶路撒冷发生过大事 而他们的后人呢 都对这些事大书特书 因此耶路撒冷就被称为三教圣地 在穆斯林占了耶路撒冷之后 基督教世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落 那当年可是我们先来了 阿拉伯人说占领就占领 那可不成 这种不满情绪啊 不断发酵 最后付诸行动 也就是举世闻名的十字军东征 1099年他们攻克耶路撒冷 这在当时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两大世界引发了轰动 两大宗教调兵遣将 胜利的一方要守住胜利果实 失败的一方要夺回失去的土地 最终在一百多年后 埃及的萨拉丁又占领了耶路撒冷 所以今天咱们看啊 基督教呢 好像对人很宽容 伊斯兰教比较狭隘 在当时正好拧个个 基督徒看见异教徒到弄死 而穆斯林对异教徒很温和 他们欢迎呢 持不同信仰的人 到我这进行宗教活动 甚至会帮他们解决矛盾 耶路撒冷城区里边 有一座基督教的圣物教堂 同时归属希腊东正教会 罗马天主教会 亚美尼亚教会 埃及教会 埃塞俄比亚教会 五大教派使用 不过教堂钥匙交给谁 就是问题 不管谁保留钥匙 都代表他高人一等 另外四个教会都不乐意 最后的解决办法呢 就是交给了一个中立的 穆斯林家庭保管 穆斯林在耶路撒冷的统治 一直持续到了1917年 英国在一战期间呢 为了打败奥斯曼帝国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把犹太人阿拉伯人 都拉到自己身边 最终在1917年的圣诞节 宣布收复耶路撒冷 在打奥斯曼帝国的过程当中 英国人跟各方势力瞎许诺 都提到了将来革命胜利 圣地给你 这就给后来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 挖了个大坑 一战结束之后 英国人在中东还有很强的势力 能把两边的民族独立思想压下去 等到二战之后 英国人没那么强的控制力了 面对各地的独立运动 英国人顺水推舟 帮他们进行独立运动 那中东问题怎么办 毕竟当年可是都许下过承诺的 英国人自己解决不了了 把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 而联合国的办法就是 两边分开过 谁也不妨碍谁 至于两边都要的耶路撒冷成为联合国管理下的特别地区 不属于犹太国 也不属于阿拉伯国 很可惜这个方案没有实现 犹太人在犹太国建国 国名以色列 阿拉伯人试图把他们赶下海 结果是犹太人反击 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 还占领了西耶路撒冷 随后约旦拿下了东耶路撒冷 联合国想要国际共管的希望彻底破灭 以色列在占领西耶路撒冷之后 马上就宣布这里是新的首都 把中央银行总理府各大官媒都从特拉维夫搬过来 一副跟阿拉伯人死磕到底的架势 约旦也不客气 把东耶路撒冷定为第二首都 两边的矛盾越来越深 终于在1967年爆发第三次中央战争 以色列只用了短短六天就击败了阿拉伯联军 领土面积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东耶路撒冷也被纳入了以色列的版图 自此以色列就统一了耶路撒冷 1980年以色列国会立法确定这座城市 是自己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 当然阿拉伯人虽然打了败仗 也没有放弃这座城市 1988年巴勒斯坦国成立 也把首都定在耶路撒冷 阿拉伯特还对美国总统克林顿说 如果他在耶路撒冷问题上 同以色列妥协 他就会被暗杀 不过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 他们的首都都是不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 因为名义上这座城市 还是被联合国共管状态 不可能做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 1980年联合国就发表过声明 说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的行为 违反国际法我们不承认 2017年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 设在了耶路撒冷 几乎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对 你这往严重点说 就是工人和联合国对抗 当时各路媒体还猜测 阿拉伯人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 好在最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都把大使馆设在国际公认的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 巴勒斯坦因为够不着耶路撒冷的一星半点 只是把他作为民意上的首都 实际上的行政中心是离他十几公里的拉玛拉 并且巴勒斯坦人频频在耶路撒冷搞恐怖袭击 希望靠这个让以色列人服软把首都让出来 而以色列的政策相当宽容 按照他们的法律 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 如果放弃原有国籍 就可以加入以色列国籍 但你不放弃国籍的话 可以给你以色列绿卡 让你在这一直住着 但大多数巴勒斯坦人 是拒绝接受以色列国籍的 因为他们觉得换国籍就是承认以色列的占领 因此都只是拥有这个永居权 可以在以色列自由行动 虽说这些人立场很坚定 但是关于耶路撒冷归属问题 他们还是表现的很诚实 不少阿拉伯人都选择支持以色列 东耶路撒冷就将近一半的阿拉伯人表示 如果这块地儿要是给巴勒斯坦当局统治 那我们就不在这儿过了 搬到以色列内地去 看来古往今来都是这 想搞民意调查的时候 别看他们喊什么样的口号 用脚投票才是最直观的 好了 关于耶路撒冷的历史 咱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循迹讲堂》APP 或者YouTube上订阅《循迹慢聊》 也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 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